12月呢是每年革新幻孕的重要月 把握好呢明年就能顺一年 明年运气很好的双鱼座呢 12月有两个幻孕重点 一 多项计划同进行 忙碌之中抓住线 5月呢随着精心进入到九宫 7日到9日水星与大吉星木星联动之后 双鱼座的工作生活显得很缤纷啊 可能找过来的一些人事特别特别的多 每一件呢也可能都给双鱼座带来大的一些改变啊 所以呢12月到1月双鱼座的生活 关乎一些大的决策 比如说要不要去跨度设立一些新的体验和生活 像跨界转型啊 做新的业务啊 交新的朋友 混进一些新的圈子 上新的课程 去新的城市等等 因为此时呢 你们也有机会去切除到一些跟过往不同的圈子和人和业务 你们的眼界和认知会被打开 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 希望未来所往的一个地方也自然会有所不同 那双鱼座是明年最能够学以致用的一个星座 也就是把节之目前所学的去变现为才 那么要么呢就是有双份的一个收入 要么呢就是一份工作 可能你能够承担多项的一些任务 带有机会 双倍的或者多倍的这种薪资的形式 那之所以呢 双鱼座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财运工作机会 其实还是有赖于自己主线的任务做的好 所以计划虽然很多 都可以展开 但是要抓住主要的那一个 因为可能别人给你其他的机会 是因为听说你主线的背景很牛 同时呢 才艺很高也是另外一个重点 所有的双鱼座 请找到自己的兴趣特长 本身有的 那就有 没有的去学一个 而且呢一定是能够变现给自己带来收益的那种特长 现在呢 行运其实是特别支持你们做这件事的 双鱼座另一个幻影重点就是 财艺特长比人高 财宝机遇直奉进 12月中旬呢 14日开始到1月2日 这次水逆会让双鱼座充分感受到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差距 也感受到他人对自己的一个期望 那也可能这个时候自己达到了 也可能是没有达到的 那没有达到可能就会受到一些责难啊 比如说领导父母这种 但这次水逆对双鱼座很好的地方是 就是没有达到的话 你们就会继续去学 直到符合某个数字 符合某个标准 或者让自己靠那个目标特别近 特别是在30日31日木星恢复顺行 进行换座之后 1月份双鱼座这种提升的一个速度会非常快 似乎就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就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就搞明白了 而且不仅搞明白了 你们还去影响了别人 就你把它散播出去了 所以工作读书来说呢 12月到1月是一个闲手期 不断的去面对人物 不断的进步 虽然说心理的负担还是挺大的 但出来的成绩也是相当厉害的 会有人给你们竖起大拇指 而这一切呢 也不是凭什么花言巧语做的样子 或者说凭借自己的外貌好不好看 人品好不好去获得的 其实就是靠自己的身材实料 双鱼座明年其实是靠实力去打败所有人的 那行运走到这里呢 你们也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技能了 会被别人发现 当然星座只是参考每个双鱼座自己的情况 还是要以个人倾盘为准的 那财运方面呢尽管12月有水逆 但双鱼座走到了一个事业正财 也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狠财偏财 所以呢只要工作稳定住 收入是不太受影响的 并且也是有机会拓展一些业务 从而带来其他的收入 尽管不一定是当月显现啊 除非是工作出现变化影响的财 还有一点就是注意一下 口业朋友关系对财的影响 毕竟水星呢这个月是逆行在这个位置 那爱情人际方面呢 有伴侣的双鱼座可能会进一步 双方甚至是双方的家庭 去商量一些流程 可能是谈婚论家 或者说下一步的一些规划等等 那受到水逆的影响 难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所以记住两个时间 如果有大事要定的话 那么趁13日新月之前 或者等到1月2日水逆结束之后 至少呢能够表面谈的 各方能够求同存异的一个几率 会更大一点 单身的双鱼座呢 有机会接触到条件不错的对象 或者被介绍对象 也可能自己的一些婚姻大事啊 可能会被别人议论 那如果不排斥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接触见解的 约会运是挺好的 而且遇见的人条件也是不错 先当一个有事能够照应的朋友 也是很好的 因为明年朋友是你们的贵人 那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个贵人嘛 那美容健康方面呢 大方向24日之前 是可做一些调整的 那减脂的话 比较容易受到环境的一个诱惑 所以能够管住身边人的一个影响 就能够减下来 运动的话 如果自己愿意呢 可以去简单挑挑帕贝拉的一些动作 但是要瘦的话 这个月关键还是要物理上 去隔绝这些美食 那要祝所有双运作幻影成功 好运啦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用星座和心理学 一起更好的把握生活 我们下期见 拜拜